我们现在总共有107万个有农保资格的被保险人 其中65岁以上的有大概62万人 65岁以下的大概45万人 所以农保资格大概就是将近有107万人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他们可以来领取1万的这个部分 农渝民生活津贴在4号拍板 只要是实际从事农渝生产的农渝民 包括107年度个人综合所的总额50万元以下 且未领取农委会或其他机关所定性质相同的补助 补贴或津贴 在5月11号到6月30号前 可向户籍所在地农渝会递件申请 1万元的生活补贴将直接汇入申请者账户 根据农委会初步推估 约有140万人符合条件资格 不过就有农民表示 许多农民未有农民资格该如何请领 我也不晓得所谓的农民 因为真假农民太多 不晓得要以什么身份 其实是在山上农作 很多我们的农友朋友都没有农民的身份 应该是说很多农友就没有正式的农民资格 该透过什么样的筛选方式 才能让政府的纾困美意实际涵盖到 每一个有需求的农育民 对此农委会提出相关方法 如果他没有参加农保 或是因为领取过其他社会保险老年基督 不得参加农保的话 他曾经参加过本会农量政策 或是实际耕种者 他都可以有资格 例如供粮的收购 或是领过天然灾害救助等等 那如果他在这几个部分里面都没有参加过 他还可以透过改良场 来申请实际跟做证明书 除了生活津贴外 农民也期盼着在疫情笼罩的市场寒冬中 中央能给予农民实际帮助 而农委会也强调 将透过相关辅导方案 来进行产业纾困 原始新闻惹此无溜 桃园复兴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